我想這一切都是因緣際會 會擔任劍動人的愛心大使 我想是因緣際會 因為剛好參加超馬協會的台灣系打計畫 從前年 去年 今年 連續三年大概就結合慈善的活動 我想這個多日賽的最大意義 就是在享受當下的痛苦 還有每天回到終點的時候的喜悅 這個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大家這樣一圈跑下來 像這一次八天跑下來 每個跑友在整個過程當中 彼此鼓勵 互相幫忙 在又痛苦又快樂的情況下完成比賽 我想這個跟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上的態度 大概都是一樣 我想只要一個堅持的話 大概什麼難關都有辦法跟客戶 這一次我在賽前有講了一個多日賽的醫療防護 後來發現這講的都是廢話 都是屁話 因為整個八天跑下來只有兩個字可以作為結論 就是堅持兩個字而已 也很高興有機會代表這麼多的愛心大使 發表這個言論 我希望這個活動可以一直持續的延續下去 讓見動人看見一片藍天這個活動 每年都有機會可以繼續的發展下去 不只是看天花板 你看像今天南部的天空 真是漂亮 不過是熱死人了就是 這大概就是我的感想 可以了嗎